优优独播剧场——YoYo 今年可是给大伙准备了好活的 比如 好了废话不多讲 一起去逛怪兽酒场吧 怪兽酒场是一家以奥特曼系列中出现的怪兽为主题设计的真理所 据说能够变身奥特曼的阵影中静止入内 一靠近店门口 一股黑恶势力的气息扑灭而来 脸红心跳的走进店内能看到天花板悬挂着爱雷王的脚 戴口罩的加米拉 以及古代怪兽格玛拉和杰顿的石像 店里还有凯格他老婆的皮套展示 着实令没见过世面的我激动不已 店内还摆放着各种经典怪兽以及宇宙人的手办模型 雷德王 安东拉 白慕拉 哥美斯 吉拉斯 宋伟伯 金鼓桥 吉野龙西兽 无论是你喊得出名字的还是喊不出名字的他都有 墙上还挂满了奥特曼战败的黑历史写真 我环顾四周 最声操的海鼠电视机上播放着的历代奥特曼战败片段 这波不仅杀伤力高 乌乌新海桥 饱满了眼福 肚子还饿着呢 毕竟好不容易来一次嘛 可不能白嫖啊 嗯 嗯 那就点这个吧 巴坦新人的 Sukiyoku tosetsuko Sen Tapu Patcho 这道菜外表看上去是螃蟹新人的大甜子 里面其实就是蟹肉拌意面 味道还不错 都是肉有点少 价格1180日元 说此之外呢 还有以新郎微博为人心的生菜拌生鸡蛋 还有宇宙恶霸皮革蒙的怪兽草莓奈希 过生日嘛 肯定要整点不一样了 生日限定房间 只有当月过生日的人才能进去参观的最强房间 这宣传也就写得很嚣张啊 这是一个能记录人生中最长大瞬间的房子 来我的妈 竟然是曾经击败过出道他们 如今却被消成菜逼的宇宙口龙结盾 瞧给孩子激动的都手无足道与无伦次了 唉 今年都20岁人了 洗字拖进指数 四星价格有点小贵 但是偶尔可以跟小伙伴们来放松的好地方 要是生日当月来就更好 喜欢怪兽和特色的朋友 必须打卡的地方之一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 在这里希望大家多多三年支持 一起期待我新作品的到来吧 最后 蛋糕比我没得到 我勒 蛋糕比有点小贵